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31日 今天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有一篇文章讲到法国 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 非常重要 也就是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 出席了2加2的一个部长级的挫商会议 那么法国这一方 也是两个人 那么澳大利亚这两个人 双方 交谈之后 还搞了一个声明 非常值得关注 当然这一次的2加2联席会议 商谈 是建立在6月份的基础上 6月份 因马克龙总统邀请 澳大利亚的 莫里森总理 曾经去法国访问 这样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一次这个2加2会议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法国与澳大利亚第一次举行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 涉及到了印太地区和国际的热点 值得很多 值得这个媒体关注 尤其还谈到了台湾和新疆的问题 那么和大家分享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说是 部长们重申了 支持 支撑双边关系的共同价值观 利益和 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 尤其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敌对 由于 这个 杨恒均这个案件 也由于这个 成磊 还有这个 香港的反送中 疫情的 这个 这个病毒的来源 新疆的人权状况 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个 中澳之间 这个和澳大利亚彻底的翻脸了 这个所以这次这个二加二的事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根据媒体的报道 说他们的 重申了共同的价值观 利益和原则 也就是他们可以改善关系的基础是非常牢靠的 有共同的理念 那么这些体现在澳大利亚和法国 加强战略和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澳法关系 愿景的声明当中 这是两个文本 他们同意发表一份关于澳法倡议的报告 强调合作活动的深度 广度 部长们重申了区域合作 对克服这个新冠 这位及其三角洲变体在印度 太平洋地区的健康和经济影响的重要性 并同意继续支持 区域国家的应对措施 包括通过及时和公平的 分配安全和有效的疫苗 尽快的实现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全球的覆盖 他们从事为实现这一目标 共同支持 分享 有关疫苗的方面 一些生产 等等分配的方面 说 这篇文章讲到说 部长们强调 必须利息 加强 全球应对措施 解决什么的气候和这个 环境的退化 因为现在这个 探大方探综合这个事 拿到日式上来 上来了 就非常的严峻 如果再不治理这个气候的话 将来恐怕人类生存环境就麻烦了 这方面美国也很着急 现在澳大利亚和 法国双方 在这方面已经引起了重视 他们再次承诺全面落实 是巴黎这个协定 并在地域方大会第26届会议 之前加强全球行动 使其经济去探华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展开合作 实现公平过渡 他们还谈到了这个特别的欢迎零排放和 第一排放技术方面的合作 包括清气 并期待着对清洁能源转型的进一步 这个投资 重申 决心在这个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15次 缔约方面 会议上达成一个凶行勃勃的 生物多样性的 这个 保护的 框架 除了这一方面 他们也招动谈了什么呢 刚才提到的 新冠病毒的合作 在危机方面 继续合作 包括对外国的干预 虚假信息和恶意 网络的 活动的生机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信息 比如说你生产了疫苗 被的挺好 但对方给你抹黑 说你这个 死了多少多少人 怎么样怎么样 互相贬低 虚假信息也很多 那么澳大利亚和法国将进一步合作 制定 共同的规则 将国际法应用于数字 确保更强大 稳定的基础设施 免受网络攻击 这里谈到了网络攻击 这个部长们承诺促进经济开放反对 胁迫性经济行为 因为这些行为破坏了这个 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 那么此外 他们还谈到了维护多边体系的完整性 这里也涉及到了这个 有关中国的这个台湾 这个 等议题也是非常的敏感 特别是南海的问题 这个2加2会议 对南海的局势尤其是表达这个关切 部长们 强烈反对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破坏稳定和胁迫行动 并呼吁根据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但中共最近不出现了 除了这个一个政策 已经宣布了9月1号都开始实现海警法 这个也涉及到这方面敏感问题 搞不好会 这个发生碰撞 他说这个 这个声明当中讲说是他们重申了符合国际法的航行 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 并同意在印度太平洋地域进行更紧密的海上合作 包括通过未来的联合国境 因为澳大利亚有 很多船舰 这个法国也有 这个 这方面肯定是他们很不满中国的一些做法 这个非常明确 但这里没有 太细致的讲这方面的事情 只是笼统没提到这么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共识 那么 部长们还强调了什么呢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作用性 受到台湾问题 中共不是讲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吗 别的国家不能干涉吗 你看人家 2加2公开谈到这个问题 说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就合并统一不能搞无力 但中共绝对不会放弃 对台湾一贯搞这个温共武和 包括派军机 有的时候多家 20多家 飞越台湾 飞到了台湾西南 台湾西南防控区 其境骚扰 可见这个2加2澳大利亚法国肯定是对此不满 他们表示支持台湾根据国际组织的章程 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加强在相关问题的全球合作 这可能是指那个加入WTO 不大家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我估计是指这个问题来讲 那么说是就新疆 法国和澳大利亚也进行了上谈 你想部长们有关 新疆维尔组和其他牧林 少数民族 遭受严重的群返人权的可谈报告 以及香港自主权 的自由受到侵蚀的情况表示关切 你看他不回避这个 更敏感的问题 中共不是也声称自家内政你管不着 那不行 法国澳大利亚很关注 部长们再次呼吁中国允许 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业 独立国际观察员 紧急有意义不受限制进入 新疆进行调查 此外还对有关缅甸的局势 印度的问题印象通通发表了这个观点 这些事情都比较敏感 缅甸还轻一点 印度的问题肯定也设得到中共 可见澳大利亚和 法国站在一起 不畏惧中国 恐吓威胁 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 贸易采取了报复性措施 前一段时间 禁止 抵制 红酒 煤炭 等等 就造成 这个 珠江三角洲一带 有一段时间停电情况 非常严重 等等 不知道现在这个双方在这方面 是否有一些 改进 总之这篇文章详细的介绍 这一次 二加混台的 很多的方方面面 尤其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更加敏感 其中包括什么 澳大利和法国同意 所有三个军种的军事演习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包括什么 拉佩鲁斯 佩罗娜 和 黑悠悠的 演习 这都是什么一些 并定期进行信息交流 强调在印度洋 太平洋经济加强什么 合作的重要性 并赞同正在进行的农历 以制定一项 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法国 武装部队在 在这个 多尼亚 这个 和法索 玻利 尼西亚 之间 更加紧密的合作 和区域计划 新克里多尼亚 新克里多尼亚 在新卡里多尼亚 和法索 玻利尼西亚 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计划 部长还没讨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扩大行动层面的合作 双方承诺加强对 太平洋 导国的支持 特别是通过 西太平洋 海军研讨会 和太平洋 西方 四方对话 四方对话 这个文章的字很小 以提高 参与 国的海军能力 和 并支持海上 坚持行动 等等 那双方还承诺在 国防 工业合作 增强其在该地区的 能力优势 等等 你看人家 法国和澳大利亚 这真是战略合作 合作伙伴关系 所有的领域 全方位的 细致 这个明确 这个责任 义务合作 你和中国和 俄罗斯 哪是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是吧 根本不是 就是一种 延续下来的一个双边关系 是不是 各藏一个心眼 主要是 俄罗斯不想 彻底捆绑到 习近平这个 战车上去 这一点明显的可以看出区别 而且这次会议他们还双方商定 部长们同意在2022年 下一次澳大利亚 法国 二加二 外交和国防部长 要继续的磋商 这是一个 国际上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动态 那么今天呢还在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